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剑就封猴啊 这样的话15比14 魔术重新拿到了领先的优势 德林外边飘着直接来 还有信马尤将拔出双枪啊 拖手的机会 高克扬马丁人拿上来 再给德林三分的机会 还有 今天就是暗流有动 伊森对于本赛季的火箭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先来看班凯罗这一次 转过身来 就是个扣篮 好一击批扣 没人能say no 前阶段进攻打了都是非常的迅速 这边罗斯也是出现了谁球 神经是早早就观察到了埋伏在底角的马丁 马丁也是心灵神会 直接是溜底先进来 班凯罗这边不甘示出 三分 没有 再来组织一下并不着急 但是格林直接杀向篮下 球进 加法 二加一 传给第一角 霍尔霍尔的三分 怎么样 没头见 篮板球 谁能抢下来 连续点一点 最后还是魔术拿到球权之后 班凯罗的三分 分的优势 对于货战来说 转瞬间化为乌有啊 看啥一分 看看格林接着头两分 还是有 这样 也是第十年没有形成机会 这样的话 两次战术没跑成 四秒 三秒 自己打 刹路进距离 还是单打 很好使 来个二加一 第一步的起风真快 横向了 是用身经和格林的掩护 哎 好球啊 这球直接是把防守拳推开 格林两步开外 真的是很难防了 班凯罗 撞远才 撞远胆 这球看着就果敢 班凯罗原地的干拔跳投 波斯作为球队当中三分 命中率最高的球员 今天还确实是展现了状态 这边格林直接完成了一个弹簧爆扣 什么战术都不好使 还有点看单打 不是你单打 就是我单打 三秒 两秒 一秒 空中 似乎时间暂停住了 也没进 班凯罗 速度推进的并不快 但是刀刀致命啊 这球不是拉杆啊 这像是咖啡拉花啊 这是我们下集« 我们下集再集法 继续一样 诶